hello!大家好,我是Guy 上週跟大家分享了常見的護具種類 今天我在這邊特別挑出四個 在使用上會有一些細節需要特別注意的護具 首先護腕 護腕的目的主要在於支撐我們的腕關節 避免大重量壓迫導致不適 而既然護腕的目的主要在於支撐我們的腕部 我這邊提出三點一般來很容易犯的錯誤 第一點 纏繞的位置過低 再說一次 護腕的主要功用在於支撐腕部 所以理想的纏繞位置最好落在 1.2 手背、1.2 手腕 第二點 纏繞過鬆 我常看過很多人在開始訓練到結束的時候 護腕都一直綁在手上沒拆過 或是坐沒幾組 護腕就被擠壓下滑 護腕纏繞的過鬆的話起不了它應有的作用 那 護腕到底該纏繞多緊呢? 通常我們會在每一組大重量訓練 都重新纏繞一次護腕 就是因為纏繞得非常緊 所以絕對沒有辦法讓護腕長時間綁在手上 纏到大約超過1分鐘 手就會開始慢慢發麻了 第三 綜合前面兩點 那我們要如何精準快速把護腕纏得 又快又緊呢? 當我們拿到護腕的時候 我們先把頭 然後對準手掌跟手腕各一半的位置 然後這個時候 繞半圈過來 母鬼站跟手掌會呈現同一面 然後我們先快速的 快速的把護腕纏繞一次 然後稍微有點緊就好 然後再用我們另外一隻手的大拇指跟食指 壓著護腕的魔鬼站尾段 然後用力拉 然後纏繞到另外一隻手上 然後這個時候就要開始拉緊 拉緊之後重新纏回去 好 這樣就是一個正確的護腕纏繞方式 那是不是又快又緊呢? 再來拉力帶 拉力帶有分成很多種 有傳統型的 還有三合一型的 有八字型 還有舉重常用的開放式拉力帶等等 還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材質 那這麼多種拉力帶 其實它目的都是一樣的 就是輔助我們的握力不足 通常會用在滑輪下拉、硬舉、舉重、上斜方訓練等等 很多人會問說那哪一種比較好用? 其實都可以 只是這些不同型態的拉力帶 它們有各自的優點 像我自己最常用的是這種 傳統型的拉力帶 優點是它咬得非常實 通常會纏上一圈在槓上 但如果像是滑輪下拉 我會用勾握 這時候就可以多纏一圈讓它咬得更緊 大家可以先輕輕的繞過一圈 然後用指尖輕輕的勾 雙手都勾緊之後再握上去就可以了 另外像這種三合一的拉力帶 也是很多人會選擇的 用這種拉力帶的好處就是 上槓的時候可以非常快速 你要用哪一面都可以 重點是手腕卡的位置不要太高 建議卡在接近手臂的位置 再來八字型的拉力帶 就是直接將手穿過其中一個洞 然後繞過槓之後 再穿進另外一個洞就可以了 最後這種開放式的拉力帶 也是蠻多進階者在使用的 它的優點是很薄 當你在做舉重、可令、上搏的時候 前段需要拉力帶輔助 但是翻起來的瞬間 如果拉力帶咬得太死 就有可能會扭上自己的手腕 所以這時候就會選擇 使用這種類型的拉力帶 接著腰帶 腰帶選擇主要在它的厚度 建議會選擇至少8mm的腰帶 理論上越厚越穩 但是穿戴起來會越不舒服 尺寸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選擇使用網購 它裡面都有尺寸表 記得要在放鬆腹部的狀態下量 比較準確 腰帶有分成這種 傳統型 跟這種快扣型的腰帶 簡單來說 快扣穿脫方便 但尺寸如果需要變動 就要用十字把墊片卸下 重新調整一次 傳統就是自己想穿多緊就穿多緊 有些動作 例如握盔 適合防緊一些 深蹲硬舉等等 就不適合綁太緊 畢竟當你需要大口吸氣 提升腹內壓的時候 是需要一點空間讓氣灌進腹部的 一般會建議扣起來的時候 剛好跟你把氣吐光的時候一樣寬 高盾的話建議綁高一點 你可以試著先把中心對準你的肚臍 再慢慢去做調整 最後 護膝的穿戴 這邊針對的是深蹲專用的硬式護膝 而不是一般的軟式護膝 很多人會直接往上套 然後套了老半天都拉不上去 往往就會誤會尺寸太小 買錯了自己的尺寸 我這邊示範一次護膝的穿戴方式 首先我們先將護膝反轉 然後窄口的地方往上拉到大約 膝下五公分的位置 然後將寬口的地方折兩折 做成一個小把手 用雙手用力往上提 這個時候如果你很順利的就拉到定位 那麼恭喜你 你尺寸滿大的 通常都沒有辦法一次就拉到位 這個時候我們將雙手大拇指往內側塞 然後刺指勾著 用力往上扳 這才是一個護膝應該要有的程度 好啦以上就是這四種重訓護膝的 挑選以及使用方法 如果有任何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健人蓋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超奇怪的 我幹嘛 你躲